嗨,大家好,我是May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又是一支生活式的Vlog 会呈现出我的一日三餐 以及我的日常训练 那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对May私家吃的美食相当的感兴趣 没错,我就是一个超级爱吃美食 但是呢又同时想要兼顾好身材的人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影片主题有兴趣的话 就跟着我看下去啰 今天要来做个酪梨优格酱 因为家里有一大块快要烂掉的酪梨 所以现在要赶快用掉 不然不吃它很可惜呢 将半颗洋葱切丝后切成小丁 接着将半颗的番茄切碎 在碗中加入酪梨 两大匙的无糖优格 加一点盐胡椒 以盐胡椒 少许的益式香料调味 拌匀 小锅水以汤匙制造一个漩涡 在中心滑入一颗蛋 等待约两分钟 完成可爱的水波袋 来 我是买可为烘焙的酸肿面包 然后它是切的比较薄的 香喷喷的酸肿面包 在烤的酥脆的酸肿面包上 摆上沙拉叶 大番茄片 以及自制的酪梨优格酱 摆上一个完美的水波蛋 撒点盐胡椒和桃碎 看着流泄的蛋汁 摆上沙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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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妹妹还是选择在家里运动 之前一直有网友说很想看我们的HOMEJUN长什么样 那基本上我现在在家里训练的地方就是我们家的社区小型健身房 器材不多啦 但是就是有一些Cardio啊 跑步机、滑轮机 然后这个银器相上机 是我跟我哥坚持要买的 当然还有一些牙龄 我最常练的是这一台多功能训练机 但是还蛮全方位的主力训练机 上下半身啊 各个肌群都可以练到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样子 通菌就已经算蛮足够的了 那今天妹呢 要来个背部以及手臂的锻炼 无师公开我的菜单给大家 第一个背部动作 我永远都是从引体向上开始 因为引体向上无疑是最累人的运动 它不仅要锻炼到我们的阔背肌群 然后像是核心肌群其实也非常的仰来到 等于是你全身都会觉得很疲累 那当然如果你做不到土手的引体向上的话 建议你买这种长条的环状阻力带 作为辅助 大家不要看我引体向上做得好像很容易 其实我正面的脸都是长得像这样 超累的 做完引体向上之后 接着第二个动作我会做滑轮的阔背下拉 主要锻炼的是阔背肌 也会运用到二头肌的力量 所以这样的组合会做三组 一个动作10到15下 下一个组合是单臂的哑铃划船 一手做10到12下 接着换手 中间不休息 直接来到哑铃的反向飞鸟 主要针对我们的后三角 也就是肩膀后侧 我刚刚所锻炼的后三角 就是我们这一块 以前我刚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 不懂 我只知道练背 然后发现我自己有六肩的问题 跟我这边的肉 常常觉得滑滑的 我才知道说 原来是因为我忽略这个肌群 后三角它是在肩膀后侧 那因为它跟背部蛮靠近的 所以我常常结合在一起练 然后我觉得这样锻炼下来 会比较会让你的背部的线条 看起来更为立体 当然加力如果你没有罗马仪的话 也可以将上身前颈核心收紧 两侧的压力打开 下一个组合有四个动作 第一个是采用自体重量的三头屈伸 主要练到手臂后侧 以及下胸 第二个动作直接来到腹地挺身 直到舒雅 第三个动作二头弯局 双臂注意不要晃动 用额头的力量把哑铃带起 最后一个动作结合核心 反向的平板碰脚 手臂也会蛮有感的哦 接下来呢来制作我的午餐 将鸡胸切成柳状大蒜切片 加入一些红椒粉 迷迭香 黄芥末酱 盐胡椒 一点橄榄油 混合均匀 静置个十到十五分钟 甚至更久的时间 将结瓜切成薄片 红喜不需要半包 切地头剥碎 鸡胸气价格一百八十度十二分钟 好那今天花椰米的配料有蒜末加洋葱末 已经切好了 然后结瓜我把它切成小小的 这样比较好炒熟 我是用康福先生那种大袋 然后把它封装成一小包一小包冷冻的花椰 我们两颗蛋 恭喜 等一下就一起炒一炒 在铺底锅开中火到少许油 先炒香洋葱以及蒜末 接着加入结瓜片 红系菇 一起拌炒 冷冻花椰米一包下去 一起翻炒最后打两颗蛋 以酱油一小匙盐 调味拌匀即可 香喷喷的气炸鸡肉完成咯 配上一些炒青菜 健康Mayfitball 蜂蜜芥末红椒气炸鸡柳 佐洁瓜花椰米味炒饭 康福先生的生肋魔鬼辣椒奖 其实我目前所有的辣椒酱里面 特别辣的 一吃就好 嗯 嗯 嗯 好吃 嗯 花椰米的口感真的很像炒饭 但是因为它其实全部都是蔬菜 所以超级健康 肉量很低又非常的营养 综合味的主食已经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base的调味就不会加太多 刚刚只有加一点点的盐巴 還有一小时的酱油 嗯 雞肉啊我用了蒜头 红椒和泥叠香去腌制 所以它的香气非常的突出 那这个腌料呢不仅是鸡胸肉 你也可以用鸡腿肉来腌也会非常的适合 嗯 好辣好辣 噢 突然被那个辣的呛到 你是一点辣都不太能吃的 绝对不要买 像这样一碗啊大概会有40-50克蛋白 吃起来又非常的有饱足感 那因为今天晚上呢 等一下要出去用餐 这大概是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次外出用餐 非常期待 所以今天午餐就选择吃light一点 低糖质一点 那下午还有一个很好吃的点心 要开箱跟你们分享 身为吃货朋友一定会知道 TOKYO CHEESE CAKE FACTORY 东京起司工坊 他们的招牌的起司饼干 就是那种夹心的饼干 是去日本必买的伴手里 在台北也开始有他们的店 然后我昨天呢 刚好在新宇区 现在他们出了芋泥泡芙 这个芋泥泡芙 它是期间限定 直到9月 从上次的芋头企划之后 大概有一两个礼拜 没有很想吃芋头 但是最近又开始变得 芋头走起来了 妹首都要来开箱给大家看 这样有点像牛角面包 跟泡芙的变形版本 好像还不错欸 很清爽 我发现它是偏清爽的芋头泡芙 然后我感觉鲜奶油的使用比率比较高 你吃到后面才会有淡淡的芋头香气 里面的这个馅料算是放的还蛮多的 里面没有芋头块 所以如果你是很期望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味很重的 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喜欢这一款 我会变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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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变得到你 你会变得到我 变得到你 待会要去叫做玉哥烹的日本料理 跟家人一起去 超期待的 跟你们分享最近买到我觉得很酷的食品 它是Vakenza的 你们有看过这个吗 它像一个拐杖一样 它长得像这样 然后很多人问我这条的项链是ENV的 它是客制化的字母项链 它是比较high quality的 14K金的字母项链 所以啊我运动啊洗澡都戴着它 然后戴一年了还蛮闪亮的 我会变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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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主要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超好吃 我最主意是 也不得了 都口级啦 离遇 鮮魚 鮮魚 雲年的白蜂 我們搭配日本的山蕉跟木枝芽 那比較特別是我們會把鰻魚的魚 用消耗把它烤到非常的酥脆 那個就是鰻魚的魚 我們是小火把它分開烤 它烤到非常的酥脆 那等一下會搭配在飯裡面 在一起 沒什麼 我還在一起 我們是在一起 我們是大火的 我們小火的雨 我們在一起 一些泡沫通口 這麼多火的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